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跟大家更新 彭斯将在6月7号宣布他竞选美国总统 他原来说的只是说到下个星期 那如果是6月7号的应该是下个星期的今天 星期四 那周末呢开始他的抗聘 开始他的集会 看来是这样的 那这是彭斯站出来最新的 另外一个下个星期是出现那个胖的 克里斯 那他是原来新泽西州的州长 共和党人 是共和党内部大佬 在川普参选的过程中 2016年 他就曾经参选过 他倒过乱 他曾经是川普的好朋友 那个因为川普在新泽西有很大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他到夏天的时候 川普住在新泽西 所以他们之间曾经是朋友来的 那后来是因为政治上的这种分歧呢 大家就相互的攻击 相互的攻击 那他呢曾经 他曾经得中共病毒差点没死了 又活过来 因为他太胖了 川普呢 就针对这样的故事 就是发表他的看法了 另外一个是德桑迪斯 川普针对德桑迪斯的发布的看法 就是德桑迪斯的名字 那德桑迪斯在改自己的名字 有篇报道很长的 我个人看过之后有点觉得 是我的分 他改名的呢 可能德桑迪斯跟意大利人有关 他大概改的名字叫德桑迪斯 这么念 那有人念呢 说叫迪桑德斯 那他之前原来就讲德桑迪斯 所以这就是念法不同 那川普嘲讽了他 这篇报道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川普嘲讽了克里斯 也嘲讽了德桑迪斯 嘲讽克里斯呢 是说 你太胖了 别玩的 赶快跑吧 你跑路吧 他借助的是川普的朋友 叫Stone Rogers 那去嘲讽他 因为他太胖 是这种嘲讽的方式 那嘲讽德桑迪斯 改名字 说你改来你自己的名字 你都四十多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念 你一会儿见德桑迪斯 一会儿念迪桑德斯 一会儿念迪桑德斯 你到底要怎么念 你这个人没有信任 那他为什么这么去改 没有提到 我看过一篇很长的报道 他也没有提到 所以政治人物呢 当你参选之后呢 美国的媒体是这样 就是你稍微有任何变更 人家都会追杀你 就是人得挖出究竟吧 所以我看到他名字的究竟的本身 那是一篇来自 Anex的报道 写了老长了 怎么念名字 怎么改名的 但是好像跟 意大利的念法 意大利人的念法有关系 他要念 迪桑德斯 是向这个迪或者叫德 是向意大利人的 我们看 在意大利甲级联赛里头 有很多人这么念 名字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是他为了能够 吸引意大利人的 美国意大利人的选票 那是有可能的 那真的是有可能 那意大利人呢 在北美蛮有势力的 那当然大家听到 想到是教父了 就是他暗含的一些势力 蛮深刻的 那我相信他名字的 叫法的不同 一定跟他的竞选有关 那川普嘲讽他 就说小样人 就来这些 来这些鸡鸡巧巧的 这个不关痛痒的事情 那你这个人就没有诚信 你是个投机者 投机倒霸者 你是个投资者 那我看川普嘲讽他 基本是这样 川普还没有提到 这个彭斯 那彭斯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表示 但是比较确定的是这样的 新的敌手 所以川普以嘲讽的方式来表示 这满是他的风格的 因为在政策表白上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在政策表白上 川普是一个出于一种 相对挨打的一个场面 因为他政策基本都公开了 那政策呢 是以完全以这种机会 政策很大程度是机会主义者 这也没错 所以对了川普的人 是三个传统的政客 那如果咱坦白讲说 在这件事情上 反映出美国传统 就是传统势力的本身 人没有任何怜悯 人没有任何这种 唯一能够我们看到退却的是 蓬佩奥 那在看我节目的一些人 都是川普的铁粉 所以骂蓬佩奥 骂的蛮凶的 那时候骂蓬佩奥 你是这个你是那 但蓬佩奥退出竞选 不给川普添麻烦呢 我没看任何人表示赞 没有看到 所以真的 我还是说那话 有些朋友真的是很 就是你不爱我就恨死你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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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好处 透显出你的不成熟 什么都没有 在我的推特上 我们那天节目中 我昨天节目中讲了 我这期节目做完之后 肯定铁粉骂 那留言真的挺多的 最近很少那么多留言 不得现在有200个留言 那其实这种呼声说声的 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过 当时2020年选举的时候 什么DC进去了部队 军事审判员 审判了拜登 现在那是假的 那是我们都从来没用过 我个人是很抨击这种做法 能不能活得光明一点 磊落一点 那人不听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骂我 骂完之后 后来没人报道 川普消息只有咱们报 又回来看 看完再骂 然后上期节目说 肯定得骂我 然后骂就哭 因为骂人呢 他骂一句不解渴 这骂十句十五句 落在那骂 面对现实是一份能力 咱说几心里话 那种那种搅拷 随便你怎么搅拷来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没所谓 川普如何面对 是川普自己的故事 真的是自己的故事 那你说现在有什么东西定位呢 我不认为定位 我坦白跟你说 当AI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刚当这个辉达 应该叫台湾人叫辉达 那个英文叫英伟达 他用了半天的时间 他的市值超过了一万亿 前天 这两天都是九千多亿 这么人那么疯狂的 奔AI去了 那东西 那东西是随意左右控制任何人的 我给你举个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最近有朋友买了个新车 其实都不是新车 旧的路虎 那个路虎 后来他说 他说桃哥这有点邪门了 他说你开车 连续开车 开两个小时 那屏幕上显示说 你得休息了 你得休息了 我开两小时 那比如我个人开车 我连续开四五个小时 不是问题 很简单 很简单 就不真 真是玩似的 就开四五个小时 对绝对大多数朋友 根本就受不了 所以这就牵扯到 一个身体素质问题了 人的修炼问题 我个人60多了 那真的 咱开一句玩笑话 一千公里 撒两泡尿 一杯咖啡 就解决问题了 就无所谓 第二天可以开回来 你现在人 你看我节目的朋友 你问问自己 开一百多公里 两百公里 简直就好像怎么着了 就是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我们是这么过来的 真的是这么过来的 那那朋友说 说那个车 开两个小时 给你弄个咖啡 说你得break 然后没理他 半个小时 啪就又出来了 改成橘黄色 一开始白的 说你得休息了 你必须得休息了 然后出了个警告 然后我跟他说 开两半小时 我说你没接着开了吗 他说我不敢了 他说你这样再往下开下去 他本亮一个红色的警告 不得把我车给我停了 我个人想 我觉得我也没 因为谁也不敢在高速公路上 试这东西 我也没想过说 你试试 到时候看出什么事 出点别的事多不好 你车自己开了慢 停不住了 停下了 人后的车要碰你怎么办 那是高速 所以这些东西是AI 如果那是旧车 几年前的旧车 高档车 有这东西的话 那你今天说句难听话 控制你大选 玩似的 真的是玩似的 所以大家还在沉浸于这种东西 然后我个人看到 看到就是人类出麻烦 那人类出麻烦 你谁能说明白 现在是美国社会 乃至西方社会 人工智能的真正的操控者 谁能说明白 谁敢拍板 说我是 那当然只有英伟达 回答说他是 但他是制造者 他是制造工具者 他不是那个 那什么 所以这里真的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末日临头了 我说句心里话 末日临头了 2024年大选会怎么样 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愿意把它看成 是人性的最后的表达 川普嘲笑了他的对手 嘲笑德桑蒂斯改名字 发音的问题 说这个那谁太重了 所以这里面他就讲述了德桑蒂斯 发音的问题 在他的真相社会上 那么讲述的 我用英国的美日电讯去报道 所以就是说 其实川普的每一个推文 都媒体都有报 但是媒体报的方向 跟川普期待的方向 可不一定一样 川普嘲笑 跟他竞争的领域 德桑蒂斯改名字 克里斯丁提重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那彭斯呢 马上就要介入 所以美国共和党选举 却成为了一个拥挤的领域 川普的竞争对手 要花大费精力时间 去抗争对方 那这种场面 很可能 共和党人 如果在未来的 未来的这种 怎么说 辩论会场 他们会集中火力 去攻击川普 所有人都会攻击川普 那因为那是他的目标 对不对 他是领先的 那我跟大家解释 我说他们会分化 川普的民意调查 他的原因是因为 一开始川普一直是在上面 别人都没有竞选 没有参选 所以当大家进来参选的时候 那自然川普的 这个分化他的 那种支持率的可能性 就会更高 你说 有人说是不是分化德桑蒂斯 谈不上 德桑蒂斯跟他差距太大 他分化什么 他本来就没有多少 大部分火力针对德桑蒂斯 直接攻击了他的名字的本身 那而福克斯新闻里 也谈到这个问题 哎呀 我以为是跟他选民有 跟他选民 应该是跟意大利人有关 这里面呢 川普就利用 德桑蒂斯改名的 就讲述了 我给他起小名 因为川普给他起小名嘛 有他自然的道理 而在这个爱荷华 德桑蒂斯没能够攻破川普 在正常普选上 克里斯蒂的攻击 克里斯蒂在2016年 是支持川普的 后来就批评川普 罗杰斯通的帖子 就嘲讽了他 是因为他体重的问题 就是用了这个 那这个呢是这个是个变形的照片 那川普的一些铁粉 就是铁粉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风格 我只能说就是这么个风格 但他反映出 在美国的保守派当中 凡是都就是有太多的人 想跟川普面前较量一番 这是真的 较量一番 又是他们各自的目的 他们不一定认为 他们可能自己早知道是不可能 不会成功的 但是呢 他们不喜欢川普 克里斯蒂不喜欢川普 彭斯不喜欢川普 这个德桑蒂斯不喜欢川普 所以这些人是以不喜欢川普 而出现在竞选的行列中 其实包括黑力 所以这是大家要明白他的故事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你可以说是这个 军权神兽有他的锤炼的过程 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问题就是变数太大 2023变数太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